林建月的前妻,如今身份显赫的谢玲玲已然成为人脉广泛的阔太太。 这一身份与她曾是豪门林家的妻子密不可分。 他们离婚时,林家一口气支付了4亿的抚养费,使得谢玲玲从此财富自由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阔太太。 除了财富,她在人脉上也相当广泛,不仅在香港,甚至在台湾省也有着惊人的社交关系。 2024年农历新年,谢玲玲携带着大女儿一家回到台北娘家过年,免不了要参加各种聚会和拜年活动。 其中,在大年初一,她带着女儿和姐姐一同前往拜访连方语,却没想到他们竟然认识。 谢玲玲原生于台湾省,后来嫁入香港豪门,尽管后来离婚了,但由于子女都在香港,她一直在那里居住, 只偶尔回娘家,前几年受疫情影响,她连一般的节日都难以回家。 因此,2024年,她带着女儿回到台北过年,作为如今身份地位显赫的人物。 她回家过年,自然十分隆重,一家人在台北喜来登酒店共度团圆时光。 场面热闹喜庆,有着浓厚的节日氛围,包厢宽敞豪华,现场还有舞狮子表演。 场面壮观,谢玲玲与三代家人欢天喜地,其乐融融。 对于谢玲玲来说,这样的场合再正常不过,她并不需要特别的节日旅游,日常的聚会也可以举办得十分盛大。 不同的是,春节更具有特殊的氛围和意义。 在大年初一,除了与家人共进团圆范外,谢玲玲还安排了一件重要的事情,那就是带着女儿和姐姐去拜访联芳语。 能够在大年初一就登门拜访的人,显然都是身份显赫,感情深厚的重要人物,而联芳语正是其中之一。 事前虽然知道谢玲玲在台湾省有广泛的人嘛,但没想到竟然广泛到连这样的人物都认识。 谢玲玲,林甜儿以及谢玲玲的姐姐与连芳语合影。 每张照片中,芳语都坐在居中的位置上,彰显出大家对她的尊重,虽已年纪八十,但连芳语的保养依然不俗。 她皮肤紧致,妆容精致,笑容灿烂,她的着装简约大方,一身黑色开衫搭配黑色裤子,显得淡雅大气,仍然散发着清和烈。 谢玲玲一行人专程到莲芳语的家中拜年,并在客厅留下了合影。 莲芳语的家装以白色为主调,沙发背后挂着她的像像油画,旁边还摆放着书法字帖。 由画反光处可见客厅内其他画作,展现出她家中的艺术氛围。 谢玲玲发文留言,表示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令人感慨。 尽管她与莲芳语相差甚远,但这半个世纪的交情显然是深厚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每次与台湾重量级人物相聚时,她的二姐都在身边,曾经与蒋芳语相聚时,二姐也同行。 而如今与莲芳语拜年,她的二姐同样在场,可见她的二姐在谢玲玲在台湾的人脉中起着关键作用。 谈到莲芳语,她原名芳语,出身于书香门第。 父亲是麻省理工的博士,母亲是高中老师,她也是大学毕业。 这在那个年代已经很了不起。 2005年,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,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将两岸隔绝60年的状态打破。 除了政治议题外,连芳语的优雅举止和渊博学识也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关注。 她曾是台湾省举办的中国小姐选美大赛的嘉丽之一,年仅19岁便荣获中国小姐称号。 她那时的名艳外貌和博学知识让她成为了台湾民众心目中的女神。 她的学业延续至台湾大学,后又赴美深造。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期间,她与连战相遇,并最终成为了她的妻子。 尽管两人的感情曾历经波折,但他们的爱情最终经受住了考验。 在60年代完婚,共育有二子二女。 方宇的一生如同她的名字一样,散发着温和的光芒,将台湾和大陆人民的心连成一片。 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历史变迁,成为两地人民心中永恒的友好使者。 名媛谢玲玲,如今已经67岁,与林建月离婚已有28年。 多年来一直保持单身,专心照顾着她的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。 尽管子女们已经长大成人,甚至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,但与母亲的关系依然十分亲密。 近日,谢玲玲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与大儿子林孝贤出海的照片。 她们身处一艘超豪华的游艇上,奢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。 谢玲玲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,经常与好友相约聚会,或外出旅行,生活愉悦惬意。 最近,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与大儿子林孝贤合影的照片,并表示,我真的好喜欢海。 大儿子陪我游船合,她身穿上那运动装,与大儿子一同坐在游艇上出海。 这艘游艇奢华至极,甲板上停泊着一架直升机,两旁设有按摩池。 但是,谢玲玲在游艇上拍照打卡,照片中的场景豪华无比,除了沙发,三角钢琴和名画外,还设有把台和巨型长餐桌等设施,堪称奢华至极。 看着谢玲玲如此光彩照人的状态,你会联想到豪门欺负这四个字吗? 显然不会,事实上,她并非被豪门抛弃,而是在离婚时得到了四亿的分手费。 摆脱了渣男的束缚后,谢玲玲利用在豪门中学道的经商之道,抓住机遇大力进行房地产投资。 从一个惹人同情的失婚吸引女心,她华丽转身成了商界女大佬。 这真是一段堪称爽文的女主人公奋斗士。 谢玲玲,本名谢郑露,童星出身,从小就是人们艳羡的别人家女孩。 1964年,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婉君表妹》开拍,女主角唐宝云的童年演员选拔开始。 八岁的谢郑露在左邻右舍的鼓励下报名参加了选拔。 令人意外的是,长相酷似灵带的谢郑露在六百名童星中脱颖而出, 获得了导演李维给她起的一名谢玲玲,正式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童星之路。 童星时期,谢玲玲展现出长相和演技俱佳的最佳童星气质。 八岁时,凭借《婉君表妹》,获得了第四届金马奖最佳童星奖。 次年,她又以《我女若兰》再次掌获金马奖,并获得了第十三届亚洲影展最佳童星奖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谢玲玲是当之无愧的天才童星。 之后,谢玲玲陆续出演了《学梦源》、《双归宴》、《春归何处》、《新娘与我》等多部作品。 长大后,她稳坐女主角位置,成为当时的人气偶像。 谢玲玲的人气达到顶峰时,与台湾小生江长文组成CP,一同出演《一缕相思琴》、《爱在夕阳下》等影视作品。 风靡国内甚至走红新加坡,这对当红小花小鲜肉的组合,可想而知引发了多少人的遐想。 反面的一面是男方妻子对此极度不满,女方男友林建月更是坚决反对二人同台。 进入豪门媳妇时期后,谢玲玲生下了五个子女,成为了公婆心目中满意的永远的新豹。 1980年,当她23岁时,处于事业巅峰的她远嫁到了香港的豪门家族,嫁给了林百新的次子林建月。 林家门庭弱势,涉足的产业包括建筑、地产、成衣、传媒等各个领域。 俗称月少的林建月是个霸道的总裁,同时也是个惯于追逐美女的豪门猎手。 谢玲玲被豪门爱情的浮夸氛围所打动,当她看上一件衣服时,林建月便买下了全城铜品牌的衣服供给女友独享。 单纯的谢玲玲被这种宠上天使的爱情所感动,最终踏入了甜蜜的陷阱。 然而,事实上,林建月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良人,早就显示出了不良的征兆。 她不仅花心,占有欲强,甚至在迎娶谢玲玲之前,与港星妞妞解除过婚约。 据说还曾对妞妞动过粗鲁的行为,尽管谢玲玲的婚姻并不被看好,但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模范儿媳。 她完美地完成了为豪门开支散业的任务,生下了两男三女五个孩子,与公公婆婆的关系也十分和谐融洽。 谢玲玲孝顺,不娇气,经常与从白手起家的婆婆余宝珠一起下工厂,借此学习豪门的经商之道。 然而,不幸的是,谢玲玲的丈夫林建月并不省心。 在1993年,林建月疯狂追求前男友齐情断情的王祖贤,为了抱得美人归,甚至与谢玲玲签署了分居协议。 1995年,谢玲玲毅然签字离婚,而林家二老也同意让她拿走了创纪录的四亿分手费。 离婚后不久,林建月与王祖贤也分手了。 由于于宝珠发出了此生指认一个儿媳的声明,林建月至今未再婚,尽管离婚了,但谢玲玲的地位在林家丝毫没有动摇。 她与林建月育有的五个子女都被教育得十分优秀。 与她的关系十分亲密。 在事业方面,谢玲玲努力上进,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大亨。 她的投资项目广泛涉及房地产、珠宝、艺术品和古董自画收藏,利用离婚赡养费大赚特赚。 此外,她还热心参与公益活动,积极筹集上款。 请不吝点赞 。 请不吝点赞 。 i'm 请不吝点赞 。 感谢观看